向往的生活第五季的嘉宾阵容还是很强大的,不仅有何炯、黄磊、张子峰、彭玉畅四个人的回归,同时还有张艺兴的加入。 即便是这样,官方也没有放弃宣传,而且还晒出了一段黄磊、何炯等五位嘉宾一起泡脚的视频,当时何炯、黄磊、彭玉畅,张艺兴四个人凑到一起泡脚,把脚伸到一个大的盆里,几个人在里面细水玩耍,看着非常的有意思。 听到音乐声停止,何炯四个人原本还是非常欢乐的表情,立马扭过头去,就变成了比较嫌弃我说,比较生气的样子。 只不过,看到关掉音乐的人是张子峰之后,原本大家的愤怒表情,快点就缓和了下来,变成了一脸平静。 更何况的张子峰妹妹,因为是女生的原因,不能跟他们一起泡脚,但是,她还特意拿了一个铜盆,自己在那里泡脚,看着子峰妹妹可爱又阳光的笑容。 再加上她很古灵精怪的动作,何老师等人很快就原谅了子峰妹妹。 之前,张子峰给人的感觉,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小女孩,没想到上了大学之后,她变得更加调皮了起来。 这一次向往的生活,张子峰被何炯,黄磊,张一星,彭玉畅四个人宠着,相信她会真的被宠上天的。 不过,观众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画面,这一季的向往的生活,应该会更加的精彩有意思。 五位嘉宾还会邀请更多的飞行嘉宾来参加这一季节目的录制,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4月23号的到来吧。